老婆回来了 老婆下班的途中 买了一些点心 准备吃完晚饭之后吃 很可爱 これ何? Kanore Kanore? 嗯 これ 味一杯? 嗯 色々味 蜂蜜? 嗯 挺可爱的 これ多少呢? 1200元 这个东西差不多人民币70块钱 有点贵啊 今天准备给老婆做一个猪肉炒炖粉条 这是在物产店上次送给丈母娘的大宽粉 然后再准备炒一个猪肉炒那个水菜 日本的蔬菜的种类并不多 但是这个蔬菜日语叫水菜 在国内我是没吃过的 因为我是东北的嘛 应该南方有这种菜 然后超市买的猪肉 准备炖一炖 然后买的猪肉哈 这种是美国进口的比较便宜一点 一斤的话 差不多人民币是40块钱左右 一斤猪肉 最近油价和电费长得比较厉害 其他的还好 老婆在薄蒜哈 老婆薄蒜特别温柔 我挺喜欢看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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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这姜啊 这个东西在日本挺贵的 你看这一个姜 我用了四分之一的吧 一个整的姜 差不多人民币七八块钱呢 姜比较贵 先葱姜蒜爆一个锅呀 变身风格好难忍啊 老婆在给我拍照啊 她在笑 说她不说她给我开口里面 我问老婆 我做饭的样子帅不帅 老婆说帅 我在国内啊 是不会颠大勺的 刚来日本的时候 是因为种餐饮店打工啊 每天都是刷碗 刷了差不多半年的碗 然后就开始做饭 那个厨师就教我一些颠勺什么 所以说就会来颠勺 你看这个菜 买这些菜花了差不多五块钱 在日本呢 这个水菜 主要用于火锅 或者就是沙拉什么的 这种草的做法非常的少 所以说今天给老婆炒一炒 让她感受一下 中国味道的做法 这是老婆昨天做的 南瓜鸡蛋的沙拉哈 挺甜的 这是刚才炒的那盘菜 一般就是我做饭 然后老婆洗碗 马上就要吃饭了 你像我以前自己生活的时候啊 麻布什么的就往旁边一放 但结婚之后啊 就得买个这个都给晾起来 给老婆做的猪肉炖粉条哈 老婆吃过这种宽粉 很喜欢 但是跟猪油一起炖呢 是第一次 每天都吃,那个鸡肉炖的猪肉炖 哪一样的应该是 哪一样的 好吃 哪一样的 哪一样的 哪一样? 对 蛮的 一样的 一般苷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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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没有推广开 那我们就吃饭了朋友们 今天是跟老婆半年的结婚日 我说老婆怎么买个这个小东西呢 半年结婚日 我好像什么也没给老婆买 这个是香蕉味道的小点心 那你回来 我选一个抹茶的 然后又选了一个白巧克力的 那我给老婆选了一个香蕉的 还有南瓜的 然后我小妹就选剩下那两个 这几天呢 就是明天开始就降温了 前几天东北不下雪了吗 一般东北下雪之后 过几天日本也开始冷了 不过即使冷啊 也不下雪啊 美味しい ありがとうね 買ってくれて 嗯 那次回一年間の 纪念品の時 俺買う 当时 结婚的时候 选在了我的生日 5月8号 就是生日跟结婚 纪念日放在一起 这样比较好记 省得后来忘 嗯 日本呢 还经常使用这种赫年卡 在圣诞 在那个圣诞节呀 新年呢 他还有一些问候的时候 都用都会使用这种赫卡 这是他的朋友的一个奶奶 95岁啊 先认识去世了 所以说今年的新年问候 就没有问候了 啊 然后明年开始 我们的友谊也拜托你了 这是他的朋友记来的哈 他们就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